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就针对笔板的部分来先跟大家做个说明 它的横笔的部分 来 第一个短横的部分 短横部分 它又会出现两种概念 一个是一个推笔的部分 一个滑推笔 是这样带上去 停 提收 慢慢的提收掉 停住 慢慢提收 或者拉回来都没关系 上 下 拉回 好 这边不做停笔 直接滑推上去 停 停 这样就好了 那有些可以做扭笔 过去在原地再折回 停 原地折回提笔 它的收笔大概是两种概念 好 那路笔部分一个是滑的 一个是用推的 停笔后再推笔 停 推 停住 扭回来 这边不管它 我可以 这样子带也OK 扭回来也OK 收笔就是扭回来 或者带一下 这两种方式 起笔也是两种方式 一个是滑上去 一个是停 再走 收笔部分 扭回来 一个是上 下 拉 上 下 往左上角提拉 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它的起笔有可能是尖的路笔 有可能是一个停顿的路笔 比较方比性的路笔 收笔部分可能会有比较圆轮一点的 直接拉回来的 过去折回来 比较圆轮的 有可能是比较硬挺一点点的 这里是有点角度的 停 上 下 拉 跟OK有点像 它的收笔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这是它的短痕部分 那长痕部分我刚有讲的 它是因为 依它的笔式上笔下笔的一个笔式去做 所以它的长痕的部分 会出现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我们开法的部分 停 走 好 这里是一个停笔 按 停一下 带上去变瘦 再变粗 这细的部分可以做得比较细一点点 没关系 我们现在讲的是头的部分 那另一个方式它是逆笔法 是由前一个笔的话 带上去以后 好 我带过来 带过来 逆 这边停一下 再带上去 这是它的两种方法 好 再横笔的部分 两种方法 一种是切笔跟欧阳曲一样 切笔 乱 停结 刷起来 按0 带过去 切笔的方式 另外一个是上笔 逆笔带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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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折拉回来 这样懂齁 这两种方式 一个是右上往左下 一个是左上往右下 一个是右上往左下 一个是右上往左下 顿以后再回拉 这是它的两种录笔方式 收笔方式呢 它多了一种 跟短绑 短绑多了一种 短绑是这样子 停上下拉回 它可以这么去做 上下拉回 上下拉回 这一种 另外一种呢 它也可以做一个直接扭笔 有点这样转 转扭上来 会造成这里有点凸点 这里会比较圆润 另外一种呢 直接往右下收就好了 好 这边停一下以后 往右下收 停 走 变细 变粗 停 往右下收 下来就可以了 往掌心 提收 三种方式 一个是扭 一个是往右下提收 一 二 三 三种方式 可以交叉运用 我也可以说 这里是用切笔的 我也可以用钝的 过来 起来 停 上 下 拉回 OK 我也可以变成这样过来 停住 扭回来 我也可以这样子过来以后 好 停 往右下 收 都可以 交叉运用 它不会因为说 它用的方式 路比的方式不一样 它的收尾方式 角度就改变 没有 都一样的 这边用开把路比 用立把路比 它的收比还是用凯把 还是往右下 这边是左下 这边用矮树路比 这边一样用凯树收比 它一样右下 这边一样往右下 它并不会说 因为我的左边的方向 起头方向改变 我右边就要跟着改变 右边都是往右下 左边我可以用左下 也可以用往右下 这两个方式 特别序理而已 那束笔的部分 刚刚有讲过 它还是一个顺笔的动作而已 好 压下来变细变粗 停下 回上来就好了 顿下来变细再变粗 停下 下来提再上去就可以了 好 就它的旋针 它没有多大的变化 我们在属于欧阳群里面 还要做一个这样下来 然后停住起来 左下上 欧阳属数量也可以做 只是说我们不用那么啰嗦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省略掉 顿拉下来变细变粗 停 往下 再往上提起来就可以了 这张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停 往下提 再往上拉回 那就好了 好 一个下 再往上就可以了 这样搞好 这里没有很明显的一个零零角角 我们在欧阳群里面 它是很明显的零零角角 停住 起来 左 下 上 这里很明显的零零角角 它这里会比较顿一点 会比较顿一点点 会比较顿一点点 OK 那我们就针对这六个字 来做一个说明示范 老师 谢谢 好 来第一个二 量好位置空间把它找出来 一个顺推笔 这边是一个逆笔 路笔 再压 推上去 行住 然后切笔 软 所以这里带过来 压 起来 变细 好 过来 顿 上 下 再拉 所以这里稍微比较滚厚一点 这地方是一个逆笔 路笔 先上 再往下 再推 再逆推过去 再做收笔的动作 这边有做一个长弓的笔法 先上 再压一下 这个上下的一个动作 那个笔的弧度不要太大 这边都很细 它的字不会写得很粗 它最初的会在耐笔的部分 最初的会在耐笔的部分 最初会在耐笔 我们下一个单元会讲到 这边完了后 直接顺势带过来 切笔下来 再拉回来 再拉回来 再收 这边特别去留意 这边你们要去留意的是 它的一个笔顺的概念 要特别去留意笔顺概念 好 再上 来 第一笔画是哪一个笔画 竖笔还是短囊 这边要特别去留意 看看竖笔 压下来 停一下 拉下来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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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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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這個地方如果切下來的話 我們一般會把它做對稱嘛 但是它是用形書概念在走 所以它這邊會略小 這邊會略大 空間的部分 右側會稍微大一點點 這邊可以稍微注意 再來上古 古代的古 線條都不要把它壓得太重 這時候就要調整你們提筆的動作 好 壓筆 走 停 往右下收 提起來 這裡 停一下 無度插軟 停住 提起來 往左下腳 蹲一下 帶下來 再拉上去 這條是三個動作 1 2 3 左 下 上去帶出這個筆畫 提起來再貼上去 停住 轉折回來 微微帶點小弧度 沒關係 這裡可勾可不勾 那如果不勾 我們這邊就要把它關好了 停住 收 拉回 空間 去把它做好就好了 空間去把它做好就好了 好 再來中年的中 來這邊直接一樣長風筆上去壓 再拉下來 微微拉直一點點 好 提起來 轉一下筆 停 走 停住 這邊可以休息一下 沒關係 再來做一個切筆拉下來的動作 停住 那這邊 停住完後 直接帶過來 關 停住 收 然後 微時平行 收完 帶上去 切 拉回來 出 中間細一點點 尾巴再出一點點 停住 往下提 再拉回 就可以了 這個線條 它會是 中間細 上下出 中間細 上下出 空間把它抓好 這個空間把它抓好就可以了 好 黏的部分 你看它的上頭扁 把它拉得很長 我算不像撇的概念 好 壓 推出去 停一下 提回來 這裡推 停住 拉回 停 快拉 推上去 切筆 收回 壓下來 所以這個點為什麼會是 往右下角 不是往下 那這樣過來 拉回 直接這樣 切進來 再提起來 切 拉 再走 停住 收 拉回 拉回 直接帶上去 停住 拉 帶下來 細 好 尾巴再出一點點 停住 收 就可以了 這邊我可以扭筆 帶過來 帶上去 切 再帶下來 這部分特別去留意 線條 可以稍微帶點曲度 沒關係 不要把它拉的直挺挺 來 最後一個字 筆順的部分 這邊一個切筆軟 往外帶弧度 停一下 再提起來 轉一下筆 推出去 折回來 好 這裡直接切筆 刷軟 拐 空間了 停住 慢慢的拉出來 這裡再折筆 刷拐 停住 帶過來 停 走 停住 這兩個差不多長 沒關係 越長一點點沒關係 停住 往外帶起來 這邊再讓軸線 拉 拔下來 這邊兩隻會 把兩隻會都沒差 這裡可憐 可憐 完了 接著過來 停 走 停住 轉 那這邊特別去留意 所有的橫線造成的空間 都是一樣的 軸心線還是維持住軸心線 空間左右還是呼應 左右還是呼應 這樣懂了齁 軸心線還是把它掌握到 筆順 1234567 把它抓出來 這樣懂了齁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這個部分 先嘗試寫看看 錄筆特別去留意 錄筆不要把它寫得太重 我們用筆來講 只是用在筆尖的位置 毛筆這麼長 我們只是用在這個尖頭上的位置而已 最重的到目前最重的點 都用到第二個單位而已 比如說前面九分之二的位置 錄筆大概只有九分之一的位置 有沒有 都只有在筆尖這一小階段而已 所以基本上特別去留意到 OK 好 好 好 這麼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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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